戴茨颖未战先被淘汰 连霸孟瀉 2PADMINTEN PHOTO提供分享 世界球后戴茨颖在BWF年终大赛 超级系列赛总决赛 预赛最终战还没开打 这间传来无法晋级的消息 由于大陆好手陈宇非以21比18 13比21 21比18击败泰国一界一色浓 Ratronach Internen也宣告戴茨颖无援四强挑战连霸孟瀉 昨天预赛第二战 戴茨颖以18点21分 16点21分不敌泰国一界一色浓 累计战绩一胜一败 要晋级四强 除了一定要抢胜外 也要靠对手帮忙 才能取得晋级四强的门票 而稍早进行的陈宇非与一色浓的比赛 陈宇非以决数2比1击败一色浓 两人同为二胜一负 若戴茨颖在烧后击败南韩好手陈池炫 三人战机同为二胜一负 不过根据羽球规则 战机相同时先比较得决数 依据胜负关系 陈宇非此战获胜后得失局为5比3 一色浓得失局为5比2成为分组千两名 戴茨颖若直落二级败成持选 也只拿到4比3的得失局 虽然挑战连霸梦碎 不过戴茨颖仍要在台北时间下午5点50分出战成持选 过往两人对战戴茨颖取得15胜就败优势 近期更打下六连胜 今年碰头还未尝败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